企业普度有哪些东西不明白 那是企业鬼也在说鬼话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大家好 我是一经风水命理开运老师 蔡桑基 外号叫神仙哥哥 中原普度要拜是昏跟树 树的部分是拜神拜佛 那昏的部分是拜好兄弟 神是最主要的主体 尤其就是普渡公大四爷 当然还有主角 就是所有的过魂野鬼 所拜的都是昏的 尤其是一定要有名字 因为名字就是所谓他们的货币 那在拜拜的时候 有一个规则 拜神一定要在上桌 拜好兄弟要在下桌 地基组 地基组就是我们家里这块土地的阴绳 所谓的阴绳就是属于掌管这个土地的绳子 那首拜的地方 通常都是在自己居住地方的厨房放供品 由厨房的位置往客厅的地方拜出去 那首拜的供品 就是一个人份的树跟荤的供品都可以 那通常我们都会准备 五六样一个人份的菜 或者最简单 现在的工商社会大家很忙碌 可以到外面去买一个便当 但是一定要饭 要付筷子 酒杯 茶杯 而且要共酒 因为他是阴神 所以通常都会拜酒 还有名字 好兄弟是属于孤魂的鬼 那他是不得进任何一个家家户户的家门里头 因为宗教的说法 家家户户 他是有门神的 所以我们在共拜好兄弟的时候 贡品是一定要放在门口外面 你贡他的时候 他才能够得到这个贡品 企业补肚有哪些东西不能拜 那是企业鬼也在说鬼话 他在生前能够吃的东西 所有的任何食物 不管是荤的树的 只要是人类可以吃的 我们都可以拿来拜地基组 或是拜好兄弟 所以 这个莫须有的不能拜的东西 除了他是一个错误的行为以外 又来伤害到狗龙他本身的生计 这个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那至于真正哪些东西是不能拜的 那当然就是譬如说 拜掉的东西 不能吃的东西 你不应该拿来祭拜 然后还有哪些禁忌 当然就是在共拜的时候 不能嬉闹 身体健康不好的人 硬是不好的人 都是属于此长低落的人 尽量也不要参与 拜好兄弟 不要去吃拜过的贡品 中原普渡 中原就是 中原地官大帝的生日 他所掌管的是印尖地府 那普渡就是 隆历7月15这一天 这个佛头弟子 慕年 他为了拯救二轨道的母亲 广舍宜兰盆节 在7月15这一天 所设的法会 那么道教的中原节 跟这个佛教的普渡 结合起来称为中原普渡 以上是神仙哥哥 拆商机分享给大家的 风水开印好讯息 如果您想要知道更多的 相关的信息 记得到YouTube上面 去订阅幸福空间 尤其要在YouTube上面 要开启小铃铛啦 小铃铛啦 再来再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